土家小木跟小凤要离婚,原因?财产分割问题发生争执,到底怎么回事? 各位朋友大家好,今天土家小木直播,向大家公开两人准备离婚之事。 而且即将你离婚协议,到底怎么回事? 先一起来看一下小凤跟小木的回应。 今天我们去写这个离婚协议,我觉得我就要多得一点,因为我这个家毁了,我家都没了,我为什么还不多得一点财产? 今天我说的话,句句是实话。 看完两人的回应,才知道原来真的走到婚姻的尽头了,小凤含泪讲出,其实这个事情早几个月就发生了。 只是为了孩子们,小凤一直给小木机会,所以前妻一直没有向大家公开,但是因为最近小木的情况尤其反常,这让原本动摇不定的小凤不得不跟大家说出其原因。 今天直播因为财产分割的事情两人当场翻脸,都知道土家小木的账号是小木的,前妻因为两人感情一直很好,所以两人同时拥有这一个账号。 如今感情遇到问题,小凤直言,把所有财产归自己名下,但是小木坚决不同意,把这个账号给你就已经很不错了,现如今你又想来瓜分财产,是不是有点过了? 毕竟土家小木的账号是两人同时经营的,现如今这个好发展的风生水起,然而小凤又要提出离婚,还要夺回所有财产。 很多人说小凤不应该对小木这样,前段时间,两人一起回湖南照顾其母亲,还好好的。 这回小凤妈妈才去世不久,又公开离婚之事,这让很多粉丝朋友百思不得其解,甚至有人说这是带货钱的剧本,为了得到更多的粉丝朋友关注。 小凤才制造话题,但是也有不少网友留言,要小凤不要离婚,就算是为了四个孩子,还是别理了。 从小凤分享日常的视频,可以看出小木小凤的关系。不管是在娘家也好婆家也罢,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,也不知道两人到底怎么回事。 但还是希望两人离婚的事情,慎重考虑。大家说对吗?对此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